加拿大的华人亲人你们好 我是来自山东的房地产经纪爆破胡 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向您问好 今天是2023年5月29号 星期一 奴隶4月11日 今天的播放内容有 加拿大房东枪杀租客 利率有望明年下降 南童在明年后院泥水 魁省女童被吸露脚搬机 卑视宠物食物银行供无应求 骑自行车被撞身亡 96岁团长破破世界纪录 超市售卖阿姆西林违法 下面向您汇报一下 今天的决定案 加拿大房东枪杀租客 5月27日 加拿大安省发生了一期 房东判杀租客 与警方枪战 最终也被击毙的案件 遇害的两名租客 是一对已订婚的枪林 他们曾经以房屋问题 和房东发生争执 有目的这表示 这对秦林曾经试图逃离开住所 但在屋外被判斥 倒在这门前所分手 这起枪击案 发生在安省海门林 斯东尼克里克的 因素民居内 日期日下午5点40分钟 他们的警方接到报案后 赶到案发现场 发现这对男女 已经倒在许可中 救护人员赶到后宣布 两人已经死亡 警方稍后证实 他们是该住宅的情侣租客 房东在杀害了男女租客之后 又将自己翻搜在房间内 与警方对持 这名男子持有手枪和步枪等 多把登记在自己面前的枪指 警方立刻派出 紧急应验消毒到现场 封锁了该区 谈判专家也多次尝试 与男子展开谈 最多和平解决这一世界 他们的警官说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和枪手对话 希望能够和平解决问题 直至晚上十点左右 在与警方对持了四个小时之后 枪手突然无预警地向警察开吼 之后又再射多枪 不仅如此 枪手还一路向 他们对警方的装甲车开吼 这一举动也导致了警方 以嫌害叫后 男子最终重枪声 枪声响起后 警方就向党底居民发出通知 要求附近的人民为了安全起见 留在温宁远离港湖 最好是坐在地下室被难 利率与我明年下降 房屋抵押贷款已经成为导致加拿大加成债务出品不断发生的最大原因 现在的借贷者们都渴望能够贷款每月过高的房贷款调查机构AQFAX发现 截止2022年03季度 加拿大借款人平均每月支付增长了近6% 专家们表示 对于房贷污助来说 一种解决方案是可以选择较短期的固定利率的第二贷款 以等待一些人预估的 明年可能会降低几率的机会 Hardec的贷款基金人表示 五年固定利率是加拿大最受欢迎的类型和抵押贷款的组合 但最近尤其是在过去6个月 人民越来越穷全于选择短期贷款 注意发现 在今年的前几个月期间 贷款者对较短期的固定利率 抵押贷款的兴趣有所增加 现在锁定5年的借款人会担心 在其他人锁定更低的利率的时候 促使机会 如果预计利率会有所降低 那么这意味着 你可以选择比锁定5年利率提前2年的类型 更新更低的利率 从现在开始的中期或12到18月之内 利率很可能会降低 但是这也存在一些风险 违约固定利率抵押贷款的罚款可能会很严重 无论风险如何 当前的市场偏好正转向较短期的固定利率 尽管一、两年期的利率一般更高 但当前最受欢迎的是三年期的类型 总和各种因素考虑 这成为了最可行的选择 这样以来 如果利率下降 就有获得较低利率的机会 有些贷款者对现有利率感到满意 更喜欢长期固定利率带来的确定性 男童在明寨后院逆水 27日 一名三岁男童在阿赫威尔一处明寨后院 游泳池泥王 晚上7点左右 警方接到报案后来到宝贝克艾文右上的一处明寨调查逆水案件 一名三岁男童被从后院由公司拉出 当时已经有无声明提灯了 急救人员在线上进行抢救 最后被送往医院在晚上被宣告呈用 证明儿童并不住在这个房子里 而是到那里参加政治法律 豪腾警方表示 中外调查组已经建立 反而是涉及儿童的死亡案件 中外组都会负责调查 魁尘女童被吸露搅拌机 26日 一名利昂翠儿童掉楼魁尘里 一处奴场的污污搅拌机 不幸生亡 此时发生了下午3点半左右 当地急救部门接到报案后 来到网特利尔北面的一处奴场 这名女童掉楼家中的奴场内的一个工业搅拌机 她的父母立即试图存在 但还是未能挽回她的生命 她被宣告大厂生命 女童父母也被送往医院 治疗要一次事件导致的凶可 当局表示 他们认为这不是一起疏忽大意的案例 但警方将调查一起 这起事件有关的情况 按照规定 设计年幼儿童 死亡的罪犯案件 都将由魁省警方的中大楼案组备 卑尸宠物食物银行顾不应勤 际系爱护动物协会表示 山火季节 无食物银行的需求大增 协会正努力为动物处备事物 上周 包茨瑞的居民以山火被迫疏散 同时 撤离到还有他们的宠物 动物协会证言说 当人民和他们宠物 因野火或洪水都自然在被迫疏散时 宠物们非常依赖协会的食物银行 因为疏散令去消耗才可能反复渐用 现在需求最大的是 该式的猫粮和猫杀 自去年以来 宠物食物银行需求增长了25%以上 去年 全年提供的食物达53.2万倍 协会欢迎任何未开封的宠物食物的权能 正寻志愿者 来帮助收集和分析宠物食物 和有性的 骑自行车被撞身亡 多伦多警方称 2日晚上7点30分 一名骑自行车的人 在Etopic 靠近Lawrence Avenue Ebay的Scarlite 和Brandt Point Avenue附近 被一张骑车撞死 这名骑自行车的人 当场被宣布死亡 警方正在调查 96岁长跑过世界纪录 周末 Tamon Rocket Ottawa 在安城沃特华击行 一位96分赛选手 不仅突破了自己去年创下的纪录 还刷新了金丝的世界纪录 来自沃特华的96岁 雷内在周六 27日的比赛中 以51分9秒1的成绩 跑完了5公里 放下了95岁以上年龄组 跑5公里的世界纪录 根据统计 雷内现在成为了95岁以上 女子5公里跑步的世界纪录 刷新者 这次成绩打破了用美国97岁选手保持的世界纪录 当他跑到最后赛段的时候 周围的人群为他呐喊加油 最终他带着微笑 高举双手冲过了终点线 随后他身心里呼吸一口气 然后弹起双血 默默的说到了一句 我做到了 超市收卖阿摩西林违法 加拿大卫生部帮助投稿 沃特华超市 Granic Flash Supermarket 收卖阿摩西林将能 属于加拿大触防药物 被勒令下降 阿摩西林是清明素的一种 在加拿大使用于治疗细菌感染的可能性 必要医生出方方可购买 若不当使用 有机会造成严重过敏 包括嘴唇 面部和喉咙肿胀 呼吸困难 以及严重的批凌 若以在相关店铺购买上述药物 可将药物带回店铺处理 不用服用上述药物 不用未经加拿大卫生部批凌的药物 我带着严重重新 贵律和天气预报 5月29日的贵律是100加元 大概兑换519.3元人民币 明天5月30日的天气预报 沃泰河13度到29度 秦多伦多 14度到22度 秦温哥华9度到18度 少云 魁北克14度到27度 秦卡尔加里11度到26度 少云 以上就是这次的主要内容 多谢您的支持 衷心希望您能订阅此频道 再见 更多对 请不吝点赞 收拾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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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声音乐